金牌大戰賽摸點 帶自引常識回短 卻力道不足掛網 最終這一刻金牌陳雨菲 就像在謝天 整個人膜拜貪軟倒地 小黛則是雙膝下跪不甘 史無前例失落跪地超過十秒 雙球後一個趴地崩潰 一個跪地不甘 小黛插奧運金牌圓夢 就這麼一點點 我求他已經失求了 不過他都沒辦法 他把他抓到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 無法站上最高的頒獎台 小黛的失落全寫在臉上 全程幾乎沒笑容 到了晚上情緒才大爆發 在IG透露心度在賽後 跑來抱住他 捧著小黛的臉說 你已經表現得很好 今天不是你的局 害小黛直接崩潰大哭 所有的壓力瞬間釋放 小黛落淚喊出真心話 他其實真的很難過 真的很努力了 和他感情最好的阿嬤 也一整晚沒睡好 老人你知道那九十 他也很沒辦法思考 他整個都睡不著 小黛和各國求後廝殺 但這張照片曝光 網友全嚇傻 小黛IG兩年前PO出 世界雨蓮年中賽晚宴合照 小黛掌鏡自拍 金牌陳雨菲開心畢業 銅牌的心度也沒缺席 銅桌的六個人 竟然全進冬奧前八強 下一張合照換成心度掌鏡 金牌陳雨菲 泰國球後衣色農都入列 網友驚呼暴動 地表羽球最強的女生都在這 球後們場上是對手 場下是好友 看似光鮮亮麗的選手人生 但戴智英的姐姐在IGPO出 和小黛出了的照片 說從小黛國中練球之後 姐妹就沒出去玩過 不過發文標注 阿祖我以你為榮 到底誰是阿祖 小黛雖然銀牌隱恨 但和各國球後奮戰的精彩對決 已經讓世界看見台灣 也讓台灣女單寫下 歷史新頁 記者 張超旺晨 進一台北 蹭報導